明朝民间故事 男子吃喜宴 却被女仆拉进屋内 男子说 我真忍不住了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万历年间 在成安县大石镇内 有一个男子名叫李大强 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这些年来都是父亲一人将他拉扯长大 如今李大强已经长大成人 父亲却因为长年的劳累给病倒了 每天都要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生活 李大强生的高大 平日李就跟随乡亲们去山上砍柴谋生 其实靠他的这一身力气 去城里定然能找个好供活 可父亲身体不好 根本就离不开人 所以李大强只能选择砍柴为生 这些年来李大强挣的银两 都用来给父亲买药了 家里根本就没有存下积蓄 就只够父子俩维持温饱而已 李老汉见到儿子 也到了娶妻的年纪 于是便让儿子喊来了村里的媒婆张大娘 想要让他给儿子说媒亲事 不料张大娘却撇嘴道 李老哥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们说 就凭你家这条件 想要娶媳妇那就是痴人说梦 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 说吧张大娘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李老汉见状不禁眼眶一红 竟是啪哒啪哒地落下泪来 李老汉开口道 儿啊 都是我没有本事 这些年来拖累你了 以后砸家这钱你攒起来 我不喝药了 只要能看到你娶上媳妇 我就算死了也值了 文言李大强赶忙拒绝道 爹 你那是说的什么话 孩儿哪能看着你死 只要能治好你的病 孩儿宁愿一辈子不娶妻 听到儿子的话 李老汉也是心中感动 在李大强的吉利劝说下 李老汉终于答应吃药了 这天 李大强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 他刚一进门 便发现父亲倒在了地上 于是李大强连忙将父亲抱到了床上 此时李老汉已经昏迷不幸 吓得李大强赶忙去请了郎中过来 经过郎中的一番治疗 李老汉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不过郎中确咒没道 你父亲这是隐急爆发了 想要治好最少也要三十两银子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文言李大强不禁浑身一颤 他这辈子也没见过三十两银子 这笔钱让他往哪里找啊 可郎中表示李老汉若是不治 恐怕就只有几天的活头了 于是李大强便扑通跪在地上说道 神医求求你救救我的父亲 这阴两的是我会去想办法 你一定不要放弃他 看到李大强有着如此孝心 郎中也是心中感动 于是郎中便先给李老汉用上了 李大强趁机赶忙去村子里 找乡亲们借钱 但转了一圈下来 乡亲们紧紧给他凑出了五两银子 因为乡亲们知道李老汉时日无多了 若是借钱给了李大强 那准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乡亲们赚些钱也不容易 所以根本就凑不出来三十两 看到李大强急得浑身冒汗 组长便站出来说道 大强 还是放弃吧 你父亲拖累你太久了 现在是时候解脱了 但李大强却摇头道 对父亲见死不救我李大强做不出来 组长求求你借我点钱吧 将来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看到李大强如此孝顺 组长便为他之招道 既然你意已决 不如去城里找林木匠 林木匠记忆高超 这些年来定然挣了不少银两 而且他心地善良 经常会救济些穷人 想必他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文言李大强不禁眼前一亮 于是他谢过组长后便朝着城里赶去 很快李大强就来到了木匠铺子 此时林木匠正在院子里做工 于是李大强二话不说就上前跪在了地上 见状林木匠赶忙说道 孩子 你这是做什么 快快起来 若是遇到了难处就说出来 我若能帮上忙自然不会推辞 文言李大强心中大喜 于是他便将父亲的事说了出来 希望林木匠能够借钱给他 其实李大强也是心中打仗 因为这银两可是一大笔钱 一般人还真是拿不出来 更别说去帮助一个陌生人了 林木匠见到李大强如此孝顺 心里也是感动不已 于是林木匠便将李大强搀扶起来说道 孩子你放心 我这就去给你拿银两 若是不够你再来找我呀 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文言李大强心中大喜 连忙跪下给林木匠磕头致谢 于是林木匠便将银子递给了李大强 让他回去救父亲去了 其实林木匠帮助李大强的原因 主要是他从李大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 所以才会不留余力的帮他 就这样李大强便凑够了银两给了郎中 郎中也很震惊李大强能借到这么多钱 于是便开始救治李老汉 可是让郎中没想到的是 在救治的过程中 李老汉的病情再度恶化 仅仅片刻就彻底没有了生机 得知父亲的死讯后李大强也是瘫倒在地 他没想到自己凑够了银两都没有救回父亲 此时他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乡亲们见到李大强可怜 于是便在组长的组织下帮着李大强埋葬了父亲 待到处理完父亲的后事 李大强便将剩下的银子还给了乡亲们 随后便又来到了林木匠的家里 将银子还给了林木匠 李大强开口道 林老伯 这银两花了一半 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 林木匠得知李老汉的死讯后 也是微微叹息 于是林木匠便开口道 孩子 如今你父亲不在了 接下来你打算如何生活 文言李大强苦笑道 我身上还背着不少外债 接下来就是打工还债了 只听林木匠开口道 孩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意向来我这里做学徒 若是你做得好 我便可以考虑传你手艺 将来你自然不会再因为阴两而发愁 文言李大强不禁浑身一颤 要知道林木匠很是出名 这些年来不知多少人想要拜他为师都没有机会 没想到林木匠竟然看中了自己 于是李大强赶忙说 小子当然愿意 小子一定会好好努力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就这样李大强便留在了林木匠身旁打着下手 李大强头脑灵活 有了他的帮助 让林木匠也是轻松了不少 每次店里不忙了 林木匠会指点李大强一番 让林木匠很是激动的事 李大强在木匠方面十分的有天赋 假以时日将来定然能达到自己的水准 于是林木匠便打算收李大强为亲传弟子 李大强自然是一口答应了 就这样李大强便跟随在师父身旁 学习木匠手艺 林木匠有一个女儿名叫林梦 从小林梦就是个美人披子 如今长大后更是美得不可方物 不知道引得多少男子过来追求 可是林木匠却全都拒绝了这些人的提亲 要知道林木匠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她嫁女儿不挑对方的家世身份 最重要的是为人的品性 透过林木匠的了解 女儿的这些追求者大多都是些浪荡公子 都是看中了林梦的美貌 所以林木匠哪里会将女儿嫁给这种人 自打李大强来了之后 林梦便每天都会跟李大强走在一起 渐渐的二人之间 也是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林木匠是看在眼里美在心里 因为他对李大强的人品很是认可 而且他天赋非凡 将来正好做自己的继承人 若是女儿能嫁给他 自己也就放心了 这天 李大强刚好要去城里做工 林梦闲来无事便跟着他去了 由于李大强做工需要两个时辰 所以林梦便去了集市上闲逛 由于林梦相貌出众 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是人们谈论的焦点 而且还会引得不少男子上前追求 林梦对此也是颇为无奈 就在这时 只见一个衣着华贵的公子哥 在一群手下的簇拥下走了过来 这公子哥乃是城里洪家的公子洪音宝 此人仗着家里有钱有势 经常会做些欺男罢女之事 乡亲们是敢怒不敢言 所以见到他出现大家赶忙都躲了开来 生怕给自己惹来麻烦 洪音宝原本打算去赌场乐呵乐呵 不料一眼就看到了出来逛街的林梦 他不禁两眼放光 便打算过去追求一番 林梦看到洪音宝朝着自己走来不由的眉头紧皱 从乡亲们的谈话中 他已经得知了洪音宝的身份 为了不惹麻烦 林梦赶忙朝着远处跑去 见状洪家的手下二话不说就追了上去 林梦哪里跑得过他们 很快就被拦了下来 于是洪音宝便吟笑道 美人 我对你一见钟情 今天你是跑不掉的 还是乖乖听我的话 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 文言林梦心中大惊小怪 他挣扎着就要离开 可洪音宝哪里会给他机会 就这样抓着林梦就要回洪家 就在此时突然一声爆喝传来 给我放开他 林梦回头一看 不由的心中大喜 原来是李大强担心林梦找了过来 这才发现了林梦被欺负 很快李大强就将林梦给拉到了自己身后 见状洪音宝不禁怒骂道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竟敢敢管我的好事 真是不知死活 给我上 让他见识见识我洪家的厉害 说吧 洪家吓人就朝着李大强攻击而去 李大强身强体壮 一时间竟然对战三四人不落下风 可是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李大强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眼看李大强就要承受不住 恰好有一队官兵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见状洪音宝连忙停了下来 因为他洪家即便再厉害也大不过官府 因此洪音宝便放下狠话匆忙离开了 就这样李大强便逃过了一劫 于是他便赶忙带着林梦回到了家里 当林木将知道后也是心中气愤 看到李大强身上的伤势更是心疼不已 还不等林木将这股气下去 那洪音宝竟是亲自找上门来 他竟然还不肯放过林梦 想要强行带走林梦 这次可真惹怒了林木将 只见林木将双手结印 随后便对着洪家人隔空一指 便见到洪音宝等人被定在了原地 如此神奇的一幕 可把李大强给惊呆了 没想到师父竟然还掌握着如此神奇的竖法 很快洪元外便文训而来 见到林木将如此厉害 只好收起了那嚣张的气焰 好言好语地劝说林木将收了神通 这才带着洪音宝狼狈的离开了 既然自己已经暴露 林木将便将这术法传给了李大强 并且嘱咐他 万万不能利用术法去害人 而且不到必要时不要轻易暴露 否则会为自己引来灾祸的 但就在半个月后 李大强在一次外出归来时 却发现师父竟然被人杀害 林木也是不见了踪迹 而且家里的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 李大强发现 师父的那本秘籍不见了 不知道究竟是谁做的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李大强忍住心中悲痛 将此事告到了官府 希望县令能替他伸冤 可是接连好几天过去了 官府愣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找到 这可把李大强给集坏了 于是李大强便在师父的坟前 磕了几个响头 他想起这秘籍之中 有一个寻人之术 于是李大强便利用秘书找到了方向 他便买了一辆马车 根据秘书来到了林县的一个小镇 但消息到了这里就断了 于是李大强便在此定居了下来 他知道林梦定然被人抓到了这里 无论用什么办法 他都要将林梦给找回来 否则哪里对得起死去的师父 为了维持生计 李大强便在此开了间木匠铺子 由于他价格便宜 做工精细 因此生意变得十分的火爆 每次遇到过来做工的人 李大强都会跟他们打听林梦的下落 可是接连一个月过去了 还是没有林梦的消息 难不成林梦真的死在这里了 这天 李大强刚准备收摊 便听见林社传来了阵阵哭声 于是李大强便走了进去 想要看看出了什么事 这林社是一对妇女相依为命 女儿名叫王妍然 长相还算不错 平日里妇女俩靠着自家的豆腐方过日子 生意还算不错 等到李大强进屋之后 这才发现原来是王妍然病倒了 据王老汉说 为了给女儿看病不知道请了多少郎中 可是却迟迟没有效果 这可把王老汉给急坏了 就在此时李大强突然发现王妍然身上 竟然充满了煞气 怪不得郎中治不好他的病 于是李大强便说道 王老伯 让我来试试 或许我能治好嫣然的病 文言王老汉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连忙给李大强让开了位置 只见李大强来到王妍然身边 随后便双手结印 嘴里还念出了一段晦涩的咒语 紧接着便看到一阵阵黑气 从王妍然的体内飞了出来 不一会的功夫 王妍然就恢复如初了 见状王老汉感动的是痛哭流涕 没想到李大强竟然真的能治好女儿 李大强也很是好奇 王妍然究竟是从哪里沾染了如此多的煞气 究竟是招惹了什么人 在王妍然的描述下 他前些十日被那董家的董元外给看中了 想要强行霸占他 不过王妍然却是个暴脾气 没有让那董元外得逞 可就在他一回来就染了这怪病 文言李大强也是心中一解 看来这董家定然是有些古怪 到时候自己要想个办法去董家一趟 或许能找到些林梦的消息 就在三日之后 一个自称董家管事的老者突然找到了他 表示董家的公子董明辉近日准备操婚事 想要邀请李大强过去打些家具 李大强听闻要去董家 立刻就应了下来 于是第二日一早李大强便带着工具来到了董家 在下人的带领下李大强便见到了董元外 于是李大强便向董元外打听林梦的消息 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不料董元外听到后却是脸色一变 随即便摇头道 此人我会帮你留意的 若是有消息我自会告诉你 见状李大强也是心中一解 看来这董家果然是有些问题 于是便携过董元外后就去做工了 由于这工作不少 所以董家请了四五个工匠过来一起动手 可即便如此也要三天左右才能做完 其中有一个叫王船服的木匠 很是热情 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找李大强聊天 这王船服已经年过五十 做了一辈子的木匠 手艺很是不错 不知为何每次看到王船服做工时 李大强都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师父一般 所以他对王船服印象还不错 便将自己的身世也都告诉了他 到了傍晚时分 李大强便准备回房休息 可就在他路过哪一处院落时 突然从屋里传来了一阵女子的哭喊声 见状李大强便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一个男子正要侵犯一个姑娘 看到如此气愤的一幕 李大强怎么受得了 于是他便上前一把拉开了那男子 男子见到自己的好事被打断不由的大怒 他大声呵斥道 你好大的胆子 在我董家也敢管我的好事 你真是不知死活 原来此人就是即将成婚的董家公子董霸天 他今日借着酒劲打算侵占丫鬟小翠 不成想竟然被人给破坏了 很快这里的动静就将董元外等人吸引了过来 见到董霸天对李大强出言不逊 董元外便喝赤道 给我住口 李大师乃是我董家的贵客 若是惹得李大师不痛快 看我不好好的教训你 董霸天不禁一愣 他没想到影响疼爱自己的父亲 竟然会为了一个木匠呵斥自己 于是他只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李大强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于是便回房休息了 很快三天变过去了 如今董家的工作已经做完 于是李大强便准备离开了 不料董元外却阻拦道 李大师莫要着急 明日便是小儿的喜宴了 不如留在这里吃过宴席 再走也不吃啊 既然人家董元外真诚相邀 李大强便不好意思拒绝 于是李大强便硬了下来 待到第二日一早 此时董家的宅院已经挤满了人 来的人全都是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见董家在这里地位非凡 很快李大强便被安排到了那堂吃喜 与他同坐的还有王传福等人 大家同为木匠 自然是有着聊不完的话题 借着喜宴你一杯我一杯 很快众人便有了醉意 于是李大强便打算去趟茅测 可就在他路过一处房间时 突然有人拽住他的衣服 把他拉进了房间 当李大强看清此人后不禁一愣 因为竟然是丫鬟小翠 只听小翠开口道 李大哥 董家要害你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文员李大强身上的酒意都醒了三分 他连忙追问道 小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小翠的描述下 李大强终于是知道了董家背后的阴谋 原来昨日小翠外出小姐 偶然看到了董员外与那王传福聚在一起密谋 竟是要杀害李大强 而且还提到了什么密集一类的东西 听到小翠的话 李大强不禁心中大惊小怪 看来这董家果然是杀害师父的凶手 林梦应该也是被抓到了这里 于是李大强便准备出去找董家问个清楚 见状小翠赶忙阻拦道 李大哥万万不能冲动 这董家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李大强咬牙说道 我真忍不住了 我一定会让董家付出代价的 就这样李大强便强压着努力 回到了宴席上 待到宴席结束后 李大强便被安排到了客房休息 于是李大强便在床上假装睡了过去 片刻之后 突然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只见王传福竟然偷偷溜了进来 此时他手持匕首便朝着李大强刺了过去 不料李大强却突然身形一闪躲了过去 紧接着一脚就将他给踹翻在地 王传福不禁一惊 赶紧施展竖法准备攻击李大强 可李大强早有准备 瞬间就将他给定在了原地 李大强冷声说道 就是你害了我的师父 今日我就要为他报仇 见状王传福连忙求饶道 小兄弟饶命 这都是董元外让我做的 不关我的事啊 为了保命王传福便将董元外的所作所为 说了出来 原来董元外竟然是师父的师弟 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林木匠的踪迹 为的就是他手里的秘籍 后来在机缘巧合下 他透过红元外得知了林木匠的下落 于是便买通了一批杀手 暗中害死了林木匠 不过他见到林梦年轻貌美 便将他抓回了董家 于是在王传福的帮助下 李大强便将董家告到了官府 先令一气之下便将董家给连根拔起了 后来李大强便在一处地窖里发现了林梦 这里被关押着好多女子 只要不听话便会被关在这里 只有服从董家才会被放出去 这地窖很深 怪不得竖法迟迟搜寻不到林梦的踪迹 如今找到了林梦 两人便回到了家里 在击败完师父后 李大强便迎娶了林梦为妻 从此夫妻俩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